大家好,我是小熊都啦,十万个为什么,开始啦! 为什么狗在热天爱伸出舌头? 养过小狗的小朋友有没有观察到, 当夏天到来时,狗狗喜欢把舌头伸出来, 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吗? 其实啊,人和哺乳动物的体温都是恒定不变的, 比如说人,无论春夏秋冬,正常体温都在36.5摄氏度上下, 而狗狗也有它固定的正常体温, 可是在高温的季节里, 人可以通过出汗、煽风等方式降温来保持恒定的体温。 人和许多动物身体表面都有汗线,会分泌汗液, 热量就通过汗液的分泌散发到体外了。 而狗狗虽然也要保持恒定的体温, 可是它的身体表面是没有汗线的, 它的汗线啊,长在舌头上。 于是,在沿下时,为了能够维持它正常的体温啊, 狗狗就只好伸出它那长长的冒着热气的舌头, 通过舌头来散发全身的热量。 其实,即使不在夏天, 狗在奔跑、打架、身体热了之后, 也经常会伸出舌头来, 通过舌头的出汗来调节体温。 小朋友,下次要注意观察一下狗狗, 看看它是不是经常有伸舌头的动作呢。